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欲望的科学家 像一个面具人一样嘛 他就很执着地关注三体的问题 演的时候呢我就没法加入更多情绪的变化 倒计是个筋刀 倒计是吗 把研究停下来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圣瘦合同堂主做的 你让他们玩点人类力 总不能积的东西出来 三天后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申育妃算是特别瘦的一个角色 开始演的时候导演说 你那个眉毛不要动 你就是嘴动就可以 因为申育妃是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女人 比如说我提到火锅 就会眉飞色舞 申育妃不是的 然后我经常演的时候 我跟导演讨论 我说他这么有钱 他为什么不吃呢 然后导演就说他没有欲望 我就要让你演一个机器人 你的脸上不要有任何表情 我就每次都在想 我才做一个面膜 然后我不能动 对 我给你个例子 四车厢2号 139号文明里 只有这一趟列车 你带我来看能创出的事情 是不是只要游戏玩通关了 我就能见到农超主 主需要你先去了解他 我第一次戴上那些玩意儿演戏 就是头盔 还有紧身连体服 我那时候刚穿那衣服 对不好意思 身材的缺点全部暴露了 还有跟于和伟老师和张鲁一 我们一起演 开始就觉得 这么演戏好别扭啊 剧组给的我们那个木凳子 是一个特别简易的木凳子 上面还没爆干净 还有木刺呢 然后当时我坐在上面 我在想 这么大投资的戏 为什么这个椅子上还有木刺呢 然后他们说没关系 那是代替的 完全看不见的 后来全部会做成动画 当时演的时候呢 大演员就说 你们要晃啊 我们就要特别认真的说台词晃 富尔摩斯 你这打扮是什么 插花女 你别说科学家打扮起来也挺漂亮 你们两个来游戏里找我 应该不只是想聊这些吧 什么事 我就想 知道 这自杀的科学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 说的说台词特别严肃 然后过一会儿 旁边人说 好 现在晃动大一点 火车要翻了 然后我们就这么晃 一直这么晃 晃晃晃 后来我跟余老师 跟我们都完全都演不下去了 就晃到我们想笑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说 好 换到这儿 三个人铺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往地上一躺 第一次拍这个动补也是让我有了很多经验 我的经纪人他有看那场戏 我就说那场戏怎么看呢 他说特别好 做出来特效 因为三体毕竟题材是不一样的嘛 大家就是像戏里人物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都保持了 创作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状态吧 这样能把人物演得更好 相信我这个三体的故事 一句话是讲不完的 所以就看我们的剧吧 三体世界的生存环境 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软廓 所以寻找新的家园 是最好的选择 人类同舟共济的时刻到了 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这场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战争 仍然胜负未定 这场伴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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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伴随了